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Function类型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函数内部方法 靠和Apply的使用 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Function内部的两个方法 Function内部有一个属性 叫Prototype属性 这个咱们在后面会具体说 在这个属性下面包含了两个方法 咱们要说的是这个两个方法 一个是靠一个是什么Apply 那么这两个方法是干什么用的呢 咱们来看一下 写一个例子 还是定一个函数Function Function 比如说是求和的一个函数 NUM1 NUM2 这个函数呢 返回的是NUM1加上NUM2 再写一个函数Function 然后呢 咱叫兽 兽1 也是NUM1 然后在这里边咱们去返回一下这个SUM 点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法是函数内部的方法 已经定义的方法了 所以只要是个函数 咱们就可以去调用这两个方法 SUM是不是一个函数啊 SUM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SUM点什么 靠 靠方法 然后呢 我写一下 一会咱再解释什么意思 NUM1 NUM2 完事 然后呢 我再写一个方法 show 2 这里边呢 咱调用一下什么 OPLINE OPLINE 然后 也是这样的 来 接下来呢 咱们调用一下什么 show 1 传递一下 10 10 有返回值是吧 所以咱们再返回值 显示一下 然后呢 再 alert show 2 10 10 这个功能很简单 SUM呢 就是返回两个数的核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在show 1里边 又是 sum点cow 在show 2里边呢 sum点apply 然后这个传递的 还是什么 NUM1 NUM2 这也是NUM1 NUM2 而我两次调用 都是传递的两个10 是吧 所以很显然 它两个的核呢 是什么 20 咱们先看运行结果 运行 一个20 两个20 没问题 咱看一下这个call和apply 它们是干什么事的 这个call呢 来看一下 是前边肯定是一个函数 函数 sum点call的 sum点call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对象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是调用sum这个函数的对象 注意了 第一个参数是 sum调用 调用 sum函数的对象 后边的参数是 sum函数需要接收的 后边的参数 是传递给什么 sum的实际 实际参数 实际数据 因为这个sum需要接收两个数 是吧 所以后边这两个number1和number2呢 就是传给sum的两个数 这个number1指的是这个number1 这个number2指的是这个number2 我们在调用寿1的时候 需要给寿1传递两个数 是吧 所以说这个数是11 这个数也是10 这两个10呢 就传给sum的这两个参数了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apply 后边呢 跟这个call的意思是一样的 第一个参数 也是 调用谁 这样用sum的那个对象 也就是说 你希望让哪个对象去调用这个sum函数 嗯 这个意思 咱现在呢 就是让谁啊 让zs所指向的那个对象去调用 让zs所指向的对象去调用sum 就是这个意思 后边呢 这个apply 和这个call的区别 就是传递给sum 传递这个实际数据的形式不太一样 对于call来说呢 你直接用逗号间隔去写就行了 那么apply呢 他要以数组的形式来传递 啊 区别就在这 其他的都一样 啊 这是这个 这个call和apply啊 那么咱们看一下 调用兽医的时候 谁调用的兽医啊 来看 调用兽医的时候 很显然这样 肯定是window在调用 window对象在调用 对吧 因为直接这样写 肯定是window对象调用的兽医 去调用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 时和时传给了他们两个 然后执行sum点call 这个时候 zs指向的就是window对象 所以说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让window去调用这个sum 啊 同样的道理 调用兽医的时候呢 谁调用的兽医 也是window去调用的兽医 所以这个时候 zs就自动指向了window 然后执行传递完数据之后 执行这里面代码的时候 这个zs指的也是window对象 也就相当于让window去调用sum这个函数 好的 那么这个call和apply 我们可以利用它 在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 大家看一下 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这两个方法 call和apply方法 改变什么 改变 调用函数的对象 改变调用函数的对象 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写一个例子 比如说来一个函数 function 然后呢 function啊 咱们叫test 这个函数呢 就是定义了一个属性 比如说叫property 给它复制为 hello world 定义了一个函数 接下来呢 咱们调用test 很显然 谁调用的test呀 window对象 调用的它 是吧 window对象去调用它 这时候zs自动指向了window对象 然后执行函数里边代码的时候 zs就是指的window 相当于给这个最 最全局的对象 最大的对象 给它定义了一个属性 property 接下来咱们显示一下alert 在这我写什么 我就可以写window.property了 注意理解 因为你执行完这句话之后 zs已经什么 zs指向了window 对象 zs已经指向window对象 然后你在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zs已经指向它了 然后呢 zs的property 那就相当于是window的property hello world 所以咱们接下来就可以这样输出了 window的property 那就输出的是hello world 没问题 hello world 你要清楚zs指向的是谁就行了 接下来 我定义一个什么 对象 obj1 自编量方式去声明的 然后呢 我这个test test是一个函数 我去调用test函数 大家看 刚才咱在这调用的时候 这个test怎么样 是window对象去调用的 对吧 那么我现在 我不想让window对象去调用test了 我想让obj1去调用它 各位理解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all 来给它改变 调用test函数的那个对象 刚才咱说了 第一个参数是调用这个函数的对象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call 或者是apply函数 来改变调用函数的对象 我现在让obj1去调用 来 再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写什么了 大家看 让obj1去调用test 那么这个时候 z4指向什么 z4就指向的是 obj1了 这个时候 指向obj1了 然后执行这行代码的时候 z4的property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obj1点property了 对不 obj1就相当于给这个obj1对象 又添加了一个属性 property 所以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干啥了 就可以输出一下obj1点什么了 property了 这个属性 的值 大家看 运行 第一次hello word 再点 是不是还是hello word 行 这就是call和apply方法 这两个方法都差不多 都可以改变 对 这个函数被调用的那个对象 我们可以利用它 来实现这一点 实现这一点 我想让谁去调用这个函数 我就可以去指定一下 让谁去调用 好的 这就是call和apply这两个方法的作用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